大家新年好,我是小慧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医生,我的胃好痛哦 而且不停地打嗝,快来接救我呀 急诊室里突然闯进来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林 她捂着肚子,不停地含痛 值班医生看见了,马上为她做了检查 发现这个小姑娘是急性的胃炎导致的胃痛 而最会祸首竟然是苹果 原来小林以前不太注意饮食,经常吃外卖 后来体检发现患有胃溃疡 于是医生提醒她平时要多关注饮食 小林姑娘想着大家都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软离我 于是她就每天都吃苹果 她还听说空腹吃效果更好 于是她便每次都在空腹的时候吃 没想到一段时间后就经常胃痛 直到今天,痛得止不起腰来了 家人才赶忙把她送到医院 那不是说一天一苹果,医生软离我 为何有人吃苹果却胃痛呢? 苹果的营养价值确实是比较高的 有不少的保健效果 那为什么有些人吃苹果却胃痛呢? 那是因为苹果中含有大量的苹果酸、柠檬酸等 如果空腹过量使用苹果 这些物质就会和胃酸起到化学反应 而形成不容易融化的快重物 导致急性的胃炎的发生 极大的损害胃部 以及胃部的消化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此外,苹果中含有蛋白酶 容易对胃肠粘膜,造成伤害 因此,建议患有肠胃疾病的人要少吃苹果 更不要空腹地吃苹果 胃不好的人,这四种水果更要少吃 饮食和胃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除了苹果外,这四种水果也建议少吃 特别是膳食纤维含量高 油酸较多,以及高脂肪的水果 否则容易出现胃部的不适 第一,三渣 三渣对开胃是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不能多吃 因为三渣中含有的丹磷酸和果胶比较多 再碰到胃酸,容易发生沉淀反应 而形成胃结石 严重的就会导致胃溃疡或者是胃出血 甚至是胃壁穿孔,坏石等 第二,尼猴桃 尼猴桃中含有丰富的尼猴桃碱 丹磷果胶,蛋白水碱酶,以及糖类等有机物质 但是,尼猴桃中含有的维生素C和果胶 都能够增加胃酸的分泌 从而加重了胃部的负担 导致胃部产生不适反应 比如反酸,胃痛,腹痛,烧心等 此外,尼猴桃是寒性的水果 过多食用,容易损伤脾胃的氧气 从而出现腹泻腹痛等症状 因此,胃不好的人最好不要吃或者是少吃尼猴桃 第三,柿子 柿子虽然是美味而且营养 但它也是有缺点的 过多食用对人体也是有危害的 因为柿子中含有较多的丹磷 尤其是,柿皮中含量更高 而丹磷具有非常强的收敛作用 容易在胃部和胃酸结合而凝固成块状物 最终形成结石 第四,鲜枣 鲜枣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如果一次性地吃太多的鲜枣 肠胃就容易受到较大的刺激 而出现不适的症状 而且鲜枣的皮是比较坚硬而且锋利的 容易伤害到胃粘膜 特别是本身胃粘膜有溃疡或者是炎症的患者 更加的要注意 因此,本身胃不好的人最好不要吃太多的鲜枣 那么,有胃病的患者吃什么水果好呢? 胃病患者有建议少吃的水果 那么,就有可以多吃的水果 从医学上来说 我们建议胃部患者可以多吃木瓜 木瓜中含有的木瓜酵素 有利益分解和加速蛋白质的吸收 能够缓解胃炎和消化不良 而且,木瓜还是缓解胃痛和健脾胃的好水果 其次就是香蕉 吃香蕉对胃是有一定好处的 香蕉能够预防胃溃疡的化学物质 无强食安 能够缓解胃酸对胃黏膜的刺激 另外,香蕉还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还能缓解胃部的胀气问题 所以对胃部来说能起到一定的养护作用 第三,桂圆 桂圆可以用药 具有益气壮阳补皮温味等多种的作用 特别是人们因心脾胃疏水 引发脾胃不合和胃部不适的时候 吃一些桂圆对于身体的恢复大有好处 第四,樱桃 樱桃性温具有调中益盐 补中益气健脾开胃的作用 对于提高胃部的消化能力大有好处 中老年人吃水果有三大注意的事项 其实不只是胃病患者要少吃水果 中老年人吃水果也得注意 老年人由于身体的各项机能下降 脾胃功能也会减弱 所以在吃水果的时候更要注意 吃错了反而更伤身 那么老年人吃水果要注意什么呢? 一,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老年人有时候会纠结在饭前还是饭后吃水果 其实这主要取决于自身的肠胃情况 比如肠胃健康的老年人 吃水果的时间没有限制 肠胃功能不好的老年人 就要在饭后吃酸的水果 酸的水果虽然有注意消化 但是容易对胃产生刺激 所以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在饭后吃这类水果 肠胃健康的人可以适当的饭前吃一些 有利于刺激食欲 二,别贪多 老年人吃水果别贪多 建议每天吃200到400克的水果就比较合适 因为水果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 钾含量高,钾含量低 而且大部分的水果富含糖 由于老年人的肠胃功能比较弱 吃太多的水果不利于健康 水果虽然营养丰富 但并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大家吃 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吃什么水果 什么时候吃水果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点赞收藏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